這是一個測驗的流程 第一個就是十分鐘是報到 前十分鐘你去報到 而且現在南亞有那個急測之群的考場 你們非常的方便 而且南亞的考場口碑非常的好 為什麼 因為它在測試完 基本上大概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就發證件給你 效率我看網路上是最好的 其他考場有的是 有的好像是在附近 有一些那個單位是這樣 你在那邊等半天 等很久了 然後你問他好了 他跟你講說 今天可能沒辦法 我們要下班了 你下個禮拜在哪裡 有這種狀況 可是在南亞好像基本上 那個直測區域的考場口碑很好 你們可以選擇在自己學校考 又有主場優勢 考過的機會又更高了一點 那考試是這樣 第一站考試時間是四十五分鐘 你一定要在四十五分鐘裡面完成 如果你四十五分鐘沒辦法完成的話 很抱歉 你第一站就失敗 就必須怎麼樣呢 下一次再報名 報名的話 就是說 假設你學科過 你可以保留 就不用再考學科 你直接報數科就可以了 那就好像省了 省了兩百多塊 我記得好像報名的話 總共是八百七十塊 算很便宜的 考這一站是八百七十塊 很便宜的拿一個證照 然後學科好像兩百多塊 兩百塊兩百多塊 然後數科大概六百多塊 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第一站通過之後 他會去檢查二十分鐘 然後如果有通過的話 再等十分鐘 他就會叫你準備進場 再來的話 第二站 總共八十分鐘 八十分鐘 他的算法是這樣 如果你第二站是三抽一 如果你抽到的是 身分證驗證的那一題 你就做 如果說你在四十分鐘裡面 四十分鐘之內 做完了 舉手 請這位老師來看 假設你通過的話 四十分鐘以內一百分 四十分鐘之後 一直扣分 扣到你最後八十分鐘 八十分鐘以內的 就六十分及格 如果你八十分鐘一到 你還沒做完 那很抱歉 你就下一次站 其實你第一站通過 你還是要 下一次報名 還是要從第一站開始 是這樣的規則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應該很清楚吧 兩站 第一站四十五分鐘 第二站八十分鐘 這個題目裡面第一站 總共有五個題目 第一題的話 是有關於回文判斷 那什麼叫回文判斷 他會給你一個文字 那什麼叫回文 大概解釋一下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 一二三二一的話 那是不是回文 這個就是一二三二一 就是從左邊念過去 跟從右邊念過來 結果都是一樣的話 就是回文 所以你就輸出來 他就是回文 那你要怎麼判斷說 讀進來的字串 是回文 你要想一想 用程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回文呢 不是啊 因為你讀進來 跟從左邊到右邊 跟右邊到左邊不一樣 所以這一題 第一個是這樣的 再來直角三角形的列印 他會給你的數字 比如說五 比如說一 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就把它印出來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呢 對 就是給你的數字 印出來的話呢 就是要像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這樣的題目而已 其實都是很基本的 然後再來就是直數 什麼叫直數呢 直數呢 不是那個什麼直數結那個直數 那沒關係 直數呢 就是除了一以外 不能被其他數給整除的 就是所謂的直數 有沒有 三是不是直數 三 你沒有辦法被整除 對不對 六是不是直數 不是 因為他還可以 除了一之外 還可以跟 還可以跟什麼 跟三 三也可以整除他 對不對 十一是不是直數 是嘛 對不對 十三是不是直數 是 十四是不是直數 是 各位就很聰明 所以 怎麼去做直數的判斷 這個大概可以想一下 那BMI的計算 所謂BMI應該知道吧 就是計算什麼 身高跟體重的一個比例 BMI值越高的 表示你的過重的疑慮 那如果你越小的話 就可能過輕 他用BMI來做計算 計算身高跟體重 還有一個矩陣相加 就是斜邊的加總 跟上下加總的結果 要一樣 這個就 舉證相加 我們後面會再提 再再來看 那另外 第二個題目呢 第二段題目就是這三組 我剛剛提到 身分證檢查 高速公路的測量 然後加減程度等等的 那接下來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看 就是說呢 這些題目要怎麼完成 那當然考試的時候呢 只有三題 因為我剛剛講 五抽三 可是我們練習的時候呢 五題都要練習 也就是說最後呢 你可以 在你的這個VP上面 先限一個表單 表單裡面呢 先放第一個五個按鈕 五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 就是第一題 以此類推 旁邊呢 你可以放什麼 放Label 這邊有沒有 可以放Label 或者你用TestBox也可以 就是用文字方塊也可以 主要是我們要存放 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呢 還要 旁邊還有兩個按鈕 是什麼 考生資料輸入 最後呢 你會有一個你的 記名 跟你的準考生號碼 等等的資料 要填入 然後呢 按下這邊一個按鈕 就把結果列印到 預表機去 你就完成第一站的 這個動作 五抽三 那這個是一個呼叫 當天的話呢 要輸入你的基本資料 會有這四個欄位要你填 姓名 座號 準考生號碼 跟考試日期 那你呼叫這個層次之後呢 就填上這四個資料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文字檔 並且要列印出去 要列印出去 要列印出去 這邊等下會想 這邊 那這邊 print輸出 我們有個print.print的一個指令 可以把它輸出 那這邊應該還好 那 那最後的話 要繳交的這個報表 測試結果 我最後記得就是說 這個 遲疊 遲疊在A 那我們練習的時候 檔案 是 叫 副檔名是點SM 點SM 可是呢 考試的時候 它的 題目的副檔用不一樣 點T T Test 測試的01 測試02 一時類推 那我們等一下 直接來看 那等一下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去做第一題的動作 第一題的話 我們先來看回文判斷 那回文判斷這邊呢 簡單的說明 它的題目裡面 它利用指定的什麼呢 回圈控制指令 這個所謂指定的回圈控制指令 就是 到時候會抽 是負回圈 負回圈 還是渡回圈 那渡又有分成前側跟後側 到時候的話呢 抽籤會決定 有123 三種 那我們練習的話呢 當然三種都要練習 那這邊的話 印出去的結果 就是 假設說我們今天讀進來的話 是123 321的話 那你的結果呢 就是 這個 是不是回文呢 這個 這個是回文的英文 那就把它輸出去 把它輸出去 叫做 pallet drone 這個就是說 它是不是有回文 我們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 is not 就不是 只是用那個if的方式去做判斷 那這邊的話 大概解釋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程式碼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第一步先把環境先建置起來 剛剛各位是不是有下載了這些東西 那請把這些東西呢 先解壓縮 第一個要解壓縮的是這個 這個VV的精簡可惜板 你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到這個 資料夾好了 然後呢 開起來之後呢 這邊 請先執行這個VV6的主程式 開起來之後呢 再選擇這個 標準執行檔 按開啟 這個時候呢 就會產生一個表單 那稍微把它拉大 它沒有規定說要走